台灣最缺最缺的核心能力 是對於隱性價值的重視 國際行銷品牌的能力 甚至整個長期台灣產業發展 需要去有所突破 SOSES發光 但蘋果代工廠大力光 就沒有那麼樂觀 大力光累計全年稅後 營收243.7億元 EPS為181.68元 年減6% 是歷史次高紀錄 但未來卻不看好 這什麼城市市長看起來 是比較熱烈一點 那現在看起來 還是維持上一個看法嗎 對 現在可能很不太清楚 現在所有原因是 所以我是需求嗎 還是有 受到蘋果銷量影響 大力光第四季表現不佳 營業營收124.45億元 季減23.81% 年減22.65% 受到營業規模下滑 毛利預算69.4% 雖然未能守住70%關卡 但表現仍優於外資預期的50% 你用到DEP的YY嗎 對 因為我們看的東西很短 我們看它很厲害 所以一月跟全月上升 對未來看法保守 大力光10日股價收盤在3280元 跌55元 跌幅1.65% 中生財經新聞聯國頂高指由台北報導